哎呦呦你的钱掉了 谢谢你啊姑娘 弟弟有吃的没 弟弟走 小姑娘你这是干嘛呢 我想在这里边给我弟弟找点吃的 我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了 我这里有点吃的你拿去吃吧 谢谢大哥 走我们去看看 爷爷爷爷有吃的了 爷爷有吃的了你快吃 凡凡 你这吃的是从哪里来的 爷爷这个吃的是一个大哥哥给我的 你就吃吧爷爷你快吃 凡凡 我不饿你吃吧 爷爷我不饿我吃过了你吃吧 哎哎爷爷吃 小姑娘 这是 他是我爷爷 这个是我弟弟 那你们的父母呢 我们的父母在很多年前 因为一场意外 他们都去世了 我们的爷爷为了救我俩 把腿也摔断了 后来爷爷因为伤心过度 把眼睛也给哭瞎了 现在就剩下我们三个相依为命了 那小姑娘 我这样有些钱你拿着 以后照顾好你爷爷跟你的弟弟 不老板 这个钱我不能要 这么多钱我们怎么还得起啊 你就拿着吧 这钱就让我借你的 等你早蛋以后有出息了 再还我也不迟 谢谢大哥 谢谢 弟弟 我们快谢谢大哥 谢谢 小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呀 大哥 我叫张大凡 我弟弟 他叫张小龙 小姑娘 你要相信 生活没有过不去的卡 你要坚信 你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我有事 我就先走了 记着 一定要微笑面对生活 谢谢大哥 谢谢你 喂 张秘书 刚才我在路上碰见个学生 看校服 校是适应中的 你帮我去核试一下 如果情况所思 他上学的所有费用 有展部公司承担 还有 他有个音乐 眼睛看不见了 你帮我联系一下 市里面最有缺位的眼科医生 然后 他爷爷的医疗费 也有点故事 对 就这样 原来多么多么希望 我会问的谁 永不未来 只等你 令到我沉醉 妈妈 爸爸什么时候出来啊 儿子 爸爸一会就出来了 咱们给爸爸一个惊喜 好不好 好 好好好 李总 王总那边已经确定了 过几天就签合同 李总 我这边还临时有点事 我就先挂了啊 好 哎 老钟 爸爸 你们怎么来公司了 老钟 我给你包了你最爱吃的饺子 来吃点吧 行了我知道了 对了 我发工资了 老板压了八千 发了两千 我留二百 剩下的 你拿着跟孩子花 那你留二百够花吗 哎呀我这够用 你就不用操心我了 你赶紧带着孩子回去吧 那好吧 儿子跟爸爸说再见 爸爸再见 亲爱的 宝贝 你怎么才来呀 你怎么才把那个黄两波打发走呀 人家都等了你半天了 哎呀宝贝 别生气了 其实呀我这个月工资发了一万呢 用两千块钱 就把那黄两波打发走了 剩下的都给你 哎 儿子 你说爸爸就留了二百块钱 他能够用吗 咱们再去给他送点吧 好 亲爱的 对我也太好了吧 哎呀这都是小事 只要你高兴就好 走我带你吃大餐去 走 妈妈你怎么哭啦 孩子妈妈没事 这位女士 刚才那个是你老公吗 是的 一直以来 我亲近我的所有 维护着我们的婚姻 我做他喜欢吃的饭菜 把家打扫的井井有条 我知道他工作压力大 不忍心给他增添一丁点的压力 指图他 爱我们这个家 可是 我怎么也没想到 我们俩这么多年的感情 却比不上 一个外边的女人 你先带孩子回去吧 我是他的老板 这件事情我帮你处理 任总 你什么意思啊 怎么才给我发两千块钱 什么原因你不知道啊 你上个月不是说我家你工资了吗 所以 我的财务 直接把设计了八千 再给你老婆了 任总 这可是我的工资 你这么做 对吗 不公平 不公平 你老婆每天在家 洗衣做饭 带孩子 还帮你照顾老婆 你这样对他 他不平吗 啊你呢 怎么贴出去吃喝玩乐 还帮外面摘花惹草 你拿着自己辛辛苦苦锻炼的血汗血 给外面的女儿化 你怎么老子净水了吧 任总 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 这是我自己的家事 毛总管 我告诉你 外面的女人真好 他只能拍你荣花富贵 吃喝玩乐 而只有家里的女人 才能拍你风采路俗 风干户 你以为你在外面做的那些事 他不知道吗 其实他什么都知道 他选择了沉默与宽容 而你呢 虚情假意 不屑以后 我告诉你 相爱容易 消瘦 结婚容易 经营 血压乐马 为死不晚 如果你还执迷不悟 现在 立刻吃吃的东西 捧蛋 任总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喂 喂 亲爱的 你在干嘛呀 你不需要 谁是你亲爱的 我告诉你 我是有老婆 有孩子的人 以后 不要给我打电话了 也不需要 记得 我的名字 我真的知道错了 那你还不敢回何去 没点礼物 好好给老婆道个歉 哎哎 哎 回来 你的工资不要了吗 要要要 照亮的城市 我只有一时看到 我随遇口的伤 我一直刺在胸膛 行行行 我已经到楼下了 哎 我受灰 这都几点了 你不上班吗 任总 对不起啊 我家里出点事 所以迟到了几分钟 您您的包 给您 一会到我办公室 老板 你现在收拾东西 走人吧 以备开头了 老板 这为什么呀 哪有那么多 为什么出去 我被开除了 为什么呀 您平时这么努力 我去问问老板去 老板 上辉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要开除他 你将来都不知道 敲门的吗 我做事 还有你教呀 我们一直认为您 是一位好领导 怎么现在变得 这么无惊人情啊 今天他必须走 你知道他现在的处境吗 老板 儿子 你和你姐 读考上了大学 真为咋家争锅了 你跟你姐 就安安心心的去上大学 家里的事就别操心了 爸 我不想上大学 我兼职的那家公司 老板对我还挺不错的 离家也近 也方便照顾您 我上不上大学 都无所谓 让我姐一个人上大学 就可以了 爹 从小你就让着姐 这一次 该姐让着你了 姐是当大的 让着你是应该的 再说了 你是男孩子 你得多读书 以后好走工作 也好讨老婆 不过爸托伦你们了 爸就是砸锅没铁 也要帮你姐弟俩 少儿大学 姐 你先带爸回去休息吧 老板是我误会您了 老板是我误会您了 好了 你先去忙吧 哎 哎 仁总 您怎么来了 快进去坐会儿 我就不进去了 这是什么玩意啊 仁总 我有脚气 这一到夏天呀 味道特别大 让您见笑了 没关系小伙子 来 我推荐你使用一款 我们公司最新研发的 鞋袜除臭破雾 快拿去试试吧 确实很香 用它喷完以后 脚上冰冰凉凉的 非常干爽 那当然了 它里面还有除臭活性银离子 可以快速分解鞋子里的异味 自从有了这个鞋袜除臭喷雾以后 我每天早上出门前都会喷一下 能干爽一整天呢 非常好用 再也不用担心夏天脚臭 带来的尴尬了 平时把它喷在鞋柜里 还可以达到除臭异军的效果呢 这么好的东西 这哪里可以买到呀 贵不贵 以前确实很贵 不过商家正在搞活动 只要现在点击视频下方列接购买 一瓶只需七块九 三瓶只需十九块九 买五瓶更划算 只需二十九块九 如果屏幕前的你们也有需要 就快来视频左下方快一单吧 像我的脚丫 特别爱出汗 一到夏天非常臭 这个夏天一定少不了 回头我要多腿一些 不用了 以后我安排多送你一些 还有这个 你也拿着 你不用给控制这里 你应该到外面更大的世界去闯一闯 看一看 你的努力我都能看得到 你应该去好好上学 只有上学才有除漏 哎对了 我这卡里有十万块钱 你拿着 密码是后六位 还有你妈妈的手术费 我也准备好了 这个钱就到我借你的 等你学成乖来 不嫌弃的话 再到我公司上班 我公司弹幕随时为你查开 谢谢您 袁总 不用客气 你赶快去收拾吧 我公司有事 我就先走了 我公司弹幕随时为你 愿我多么多么希望会问的谁 永不未来 只等你 令到我寻思 我公司弹幕随时为你